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是2024年10月23号,星期三 美股今天在两点半以前一路硬跌 最后一个半小时,多头主力回来上班 勉强拉回了一些 那全天的走势和之前一段时间相比是处于弱势的 标普指数今天跌了0.92% 跌幅也不算很大,盘中一度关脚阴线 但得益于两点半以后的小反弹 在日线图上留下一根带下影线的小阴线 因为有下影线的存在 日线图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难看了 如果没有尾盘的反弹 那么今天光头光脚阴线啊 加上上方短期均线的压制 标普指数就极有可能向下继续寻找支撑 但是多头巧妙的利用最后一个半小时的偷袭 收了一个下影线 暴跌的担忧在收盘的时候消退 我认为今天是属于盘中出现强烈震荡 空头明显优势 短线来看美股将会进入不稳定的行情阶段 6000点的期待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再出现大阴线啊 那么6000点的目标就要放到明年去了 今天纳指跌了多一些 跌了1.6% 这一轮行情纳指在三大指数中表现最差 现在回调又是跌第一的 那说明科技股的行情实在是到了高位举杠铃的阶段 实在是太高了抬不动了 但是目前宏观面又没有什么黑天鹅 这时候的调整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调整 不是见顶 大家应该也不需要恐慌 行业板块方面 消费电子和互联网零售跌幅是比较大 苹果和亚马逊作为大盘股贡献的跌幅 大部分板块都是下跌的 市场整体缺乏赚钱效应 有的朋友说手上的个股今天全是亏的 今天大盘明显回调的原因 找来找去 可能的理由就是无风险利率走高 十年期国债最近一个月从3.7%涨到了4.23% 收益率大幅上升了14% 这可以说美国的长期利率大幅走高了 债券的收益率实时交易 比货币政策更灵敏地反映市场的 无风险利率的水平 本周以来 美联储有几个官员发表相对鹰派的言论 他们认为长期的利率水平将很难回到 过去的低利率 而当长期的利率水平比较高的时候 债券投资者对长久期债券的收益率要求 就比较高了 简单说就是借钱时间长了 利息高了 这是实体经济将要长期承担的成本 这必然会收紧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减少个人的借贷 尤其是对房地产非常重要的抵押按揭贷款 降息 资产上涨 加息 资产下跌 这经济学基本规律 在不考虑预期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适用 目前是降息周期 但是长期利率居然大涨一个月 并且层期长短期国债倒挂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期利率走高 美债十年期收益率已经超过两年期收益率 0.17% 持续了两年左右的美债收益率倒挂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张十年对两年期债券收益率差价的走势图 以前都是十年的对两年的利率低 从大概九月份开始 长期利率开始超过了中短期利率 恢复到正常的利率期限结构当中 美债倒挂是不正常情况 现在不倒挂了才是正常 债券期限越长 资金被财政部占用的时间越长 理应得到更高的报酬率 你把钱借给人十年和只借给一年 正常情况下 借十年时间比较长 应该利率是高一些的 用来补偿时间的占用 以及在这期间所会产生的风险 但是过去两年 以前历史上面有几次都出现了 长期的利率反而不如短的利率 借十年的比借两年 年化利率还要便宜 那这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之后的18个月 美国经常发生经济衰退 所以债券倒挂也就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在最近两年发生的倒挂之后 美国经济没有发生任何衰退 就走出了倒挂的阴影 那么现在倒挂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长期利率在一个月内大幅上涨 债券的期限溢价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显示长期资金面有点吃紧 长期利率上升 说明投资者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有所增加 怎么理解呢 你看债券占用资金的时间越长 是不是风险越不确定啊 如果投资者对未来多年的风险感觉到更大 他就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来弥补这种担心 所以目前长期利率在一个月内大幅上升14% 说明市场上的投资者担心远期的风险 那么现在美国经济有什么风险呢 有两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是美联储降息之路将平缓 而不是急剧的大幅降息 另一个就是川普上台的确定性增加了 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跟着增加了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 我们知道他的政策多变 这一边刘鹤去谈贸易战刚签好协议 那边飞机还没落地 川普就已经撕毁合作方案 还有他那个推特治国也使得事情变得难以预料 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是他的高关税政策 会造成通胀反弹 利率只怕降也降不下去 随着长期利率大涨一个月 美股也越来越感受到资金面的压力 有一个研究表明 川普胜选概率和美国收益率走势完美重合 这证明了川普因素是目前资金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 在这张图中 赌场给出的川普对哈里斯赔率优势 正在快速上升 在图中用黑线表示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用蓝色线表示 黑色蓝色两条线肉眼可见的高度正相关 在2016年川普胜选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上涨的 今天加拿大也赶紧降息50个基点 对正确市场一点利好也没有 多伦多交易所指数和美股一样下跌 可见短期的降息利好可能早就投资了 投资者看着长期的利率走高 对股票资产的定价就会下调 所以股价承压 高顺交易员Ryan Sharkey警告称 从历史上看 当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两个标准差的变动 相当于现在一个月内波动大约60个基点 这个时候股市的回报就会开始受到冲击 高盛预计 如果十年美债收益率上升到4.3% 股市就压力山大了 目前十年收益率4.23% 那不是只剩万分之七的差距了 美股龙头低头 英伟达下跌 这个也是大盘下跌的因素之一 英伟达串的新高 突破了前期高点 这说明新的一轮看好行情的开始 英伟达11月底才会出财报 买入等待财报报喜的人也不少 预计仍然会支撑股价 龙头只要一跌 群龙无首容易乱套 所以英伟达作为美股多头旗帜 理论上应该保持强势 否则 AI行情一旦降温 那大盘就很难找到相似和相当体量的题材 整个大盘就会沉寂一段时间了 AI发展太快了 现在随便用个软件 就能深度伪造名人的视频 让巴菲特干啥他就干啥 川普和拜登还能够站一块 唱一首吻别 这些名人现在是如坐针毡 巴菲特第一个跳出来发表紧急声明 伯克希尔今天发表的声明 强调巴菲特本人 不会在社交媒体上面推荐任何投资产品和政治候选人 巴菲特表示 他担心有人会冒充他进行诈骗 所以发布这份声明 用来提醒大家 不要相信那些声称 他在告诉大家如何投资 或者是如何投票的人 老巴还特别指出 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使用Instagram 所以任何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他的形象 或者是听到他的声音的视频 都不是出自他本人 另外巴菲特也提到 尽管他过去曾经支持了某些政治候选人 但目前并没有 也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背书任何投资产品或政治候选人 特斯拉今天出财报 盘后到现在来看是大涨了8%以上 特斯拉的这份季报亮点在哪里呢 他的三季度营业收入是200亿 同比增长2% 这个算还是不错的数字 但不算亮点 毛利率显著回升 三季度特斯拉的Gross Margin达到了19.8% 同比增长195个基点 总的毛利也出现了同比20%的增长 以前我说毛利率是护城河的关键指标 越是垄断的 它的毛利率就越高 特斯拉的毛利率不算非常高 但是在汽车制造业里面算是很高的了 毛利率回升 这个是最好的信号 这个算是一个亮点 每股收益和净利润同比有较大增长 按GAAP准则的净利润 三季度是21.67亿 同比增长17% 非GAAP的净利润 三季度是25.05亿 同比增长8% 这是盘后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营收和净利之外 特斯拉的现金流也是很好的 自由现金流大幅增长223% 三季度自由现金流27.42亿 比上一个季度和去年同期都有很大的增长 我们白话说就是这公司赚钱 而且上一个季度钱挺多的 特斯拉怎么看呢 我觉得短期看卖车 中期你就看FSD 远期呢看机器人 FSD最近两个月跑的英里数大增 跑出来的数据比以前成指数级增长 这个图可以看作是中期投资的理由之一 盘后大涨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要盘中大涨落实到K线图上 才能对大方向有影响 如果盘后只是昙花一现 开盘又粘了 那就不会记录在K线图中 K线图只计盘中表现 不计盘外的电子盘的 如果明天交易日 仍然会保持5%以上的涨幅收盘 那么整体仍然可以看好 麦当劳啊最近有点闹心 汉堡里面大肠杆菌导致了49个人得病 一个人死 10个人住院 那么有人就提问说 这个能抄底吗 那我想啊 这种事情的影响一段时间就过了 麦当劳早晚还是会回到上升的趋势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